朋友们好,我们接着来聊乌克兰 首先给朋友们报道一则消息 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了,差不多15亿加元的资金 准备给乌克兰贷款,贷款期限是十年 利息呢,是1.69%,每年1.69% 现在是相当相当低的了,比方说我们买房子吧 我们买房子,现在利息已经超过差不多百分之四,百分之五了吧 全部全部加起来 这相当于给乌克兰贷款的差不多两三倍啊 当然啦,这些钱都是纳税人的钱 但是纳税人也必须出,因为这是战争 你如果不能够阻止战争,那过几天你自己就上战场 你自己家房子就被炸,你自己家孩子就被杀 就这么回事,所以呢,该掏钱就得掏钱 一点也不能犹豫 那除了这15亿加元的各种各样的行政贷款之外啊 也给了一些免费的援助 比方说,昨天就宣布 给乌克兰差不多4.5亿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无偿援助 这个援助 当然是要专款专运了 加拿大,每一笔款项 哪怕是几百万,几十万 或者几分钱 都是指明了运途 当然,也有很多的监管机构在那监管着 毕竟现在乌克兰腐败还是相当的严重 这个惩治腐败,可能等他完全加入欧盟 那个时候才能够见到成效 现在还跟以前差不多,因为人还是那些人嘛 所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体制 来监督着,他把这个钱运好 别贪污了 那这4.5亿的专款专运 是运作什么呢?就是 让乌克兰去买 过冬运的燃料,主要是石油,天然气 那乌克兰现在能从哪儿买天然气呢? 从俄罗斯买吗?也可能吧 以前他不是也边打仗边买气吗? 那俄罗斯如果买不到,如果不想要俄罗斯的气 他从哪儿买呢?可以从罗马尼亚买吗? 罗马尼亚的这个天然气是相当相当丰富的 他的存储量差不多有6300亿立方啊 每年他的出口差不多是280亿立方 他主要出口到哪儿呢?主要出口在希腊 就是北马西东,土耳其等等的 差不多就是巴尔干岛搬国家,以及 甚至亚洲他都卖 那他给乌克兰卖一点 乌克兰是他的英国,而且他打仗 而且呢,他跟乌克兰的关系相当相当的好 这完全有可能吧 现在我们大概给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整个欧洲的油气市场情况 整个欧盟内部,他其实自己生产的天然气也挺多的 除了罗马尼亚之外 有个小国,荷兰 荷兰的油气储量也是相当相当丰富的 他油气储量 不是油气,就光天然气的储量 达到了4500亿立方 另外,就是,你看,挪威 它也是重要的天然气跟石油的出口国 还有很多很多国家 甚至西班牙葡萄牙也都在采气 那,当然整个欧盟来说 它主要,有些国家,你看,罗马尼亚跟荷兰 向甚至欧盟以外的国家出口 石油天然气 但是呢,总体来说 欧盟它自己的天然气还不够用 那一边卖,一边买,这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嘛 他们很多的渠道建成了 很长很长时间了 就是,你把它突然间炸断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你比方说是,假如说是 罗马尼亚你光给欧盟内部供天然气石油 那你肯定就得罪了 还没有加入欧盟的那个 什么,北马其东啊,土耳其啊,等等的 人家原来一直在卖 你没有任何理由的 你不给人家卖了,这也不合适 所以呢,它就一部分出口 还得进口一大部分 这里头是关系相当相当复杂的 我原来在石油天然气公司工作 就是这方面我也是知道 你比方说我在土库曼工作的时候 土库曼的天然气石油,我们也卖过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抢啊 你要照顾到伊朗的感受 伊朗虽然也产石油天然气 但是他也买土库曼的石油天然气 他再卖掉 然后呢,就是土耳其 我们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工作的 土耳其一个大公司叫Tradcom 他买我们的石油天然气 当然了,土耳其跟土库曼斯坦关系相当的好 所以呢,他买石油天然气人也愿意卖 其他的,你是 在想买的话 当然现在咱们中国也在买 也建了这个天然气管道 从阿姆河幼岸,一直建到新疆 通到咱们内地,一直到上海,北京 天然气市场 这个呢,就是这种渠道也建立起来的 当然这种渠道也是有它的弱点 我们就先不说了吧 因为历史上老早就建立起来的 那谁也不太容易改变 欧盟呢,它的石油天然气的版图基本是这种情况 它进口天然气最多的 肯定就是俄罗斯了吧 因为它这几年一直在建设这个渠道嘛 修了,就历史上有经过乌克兰的那条联盟管线 现在,就是,整个苏联解体之后,它又修了 什么北溪一号,北溪二号 北溪二号可能停了吧,现在 就是一直就想把这个渠道给打通了 可能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天然气价格比较低吧 俄罗斯的占比最多,43% 现在挪威呢,占比也不少,21% 阿尔及利亚呢,占8% 卡塔尔呢,占5% 现在欧盟他们正在呼吁的就是加大从卡塔尔的进气量 因为渠道已经建设了 现在你就把它渠道进一步扩大就行了 因为卡塔尔的供气潜力也是相当相当大的 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石油吧 俄罗斯出口到欧盟的石油占比,没有天然气那么多 才29% 然后呢,就是欧盟有9%的石油啊,从美国买的 8%的石油是从挪威买的 从沙特加上英国,总共出口给 欧盟的这个石油占欧盟全部 进口石油的7% 哈萨克斯坦跟尼利亚 他们呢,加起来,他们出口给 欧盟的石油占欧盟石油总进口量的6% 这就是这么个情况,另外能源里头还有煤炭 其实 俄罗斯出口到欧盟的这个 能源原材料 最多的就是煤炭,已经超过了50%了 53%还是多少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吧,反正现在 因为乌克兰战争 可能俄罗斯出口到欧盟的 就各种能源材料的这种占比 可能在逐年下降,人家有意识地下降 可能以后它的这个占比就会低于10% 当然,也有可能会完全切断 一点都不进口的,也有可能 这个呢,我们就等着看就行了 反正是,你像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在欧洲,美国,都在欧盟 欧美,西方国家吧 人家们可能在乌克兰战争打之前就早早就规划好了 在乌克兰战争打之前,也就是今年的2月24号之前 我就看到文章 就有欧盟的很多的专家写论文 就是论证加大从卡塔尔,从中东 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石油天然气的这种可能性 可能现在这个渠道也正在建设 我们以后还有更多的新闻给朋友们再报道吧 嗯,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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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